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你我是否曾经见过 从极强盛变成极卑微的人事物吗 一个人一个事情的成败关键到底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拿红书第二章审判毕临 这一章生动的描绘了亚树的强盛跟衰败 强盛我们看到第一节他们设立堡垒军事防御措施 第六节他们有宫殿是豪华强盛 但当审判领导的时候 第六节核炸开放 敌人开启水炸水利冲毁了城墙 这个水炸是亚树王精心设计用来灌溉国防 却成为城墙倒塌的关键 第五节他们有精锐的部队 但三到四节敌人的勇士精兵战车急行 第五节精锐部队跌倒无用 第八节亚树的人口众多好像聚水池 但在灾难时无人回头四处奔逃 第九节亚树有许多的精银宝石 但在审判时宝石精银被掳空虚 荒凉充满恐惧 十一十二节过去亚树素来以狮子为一个记号 狮子可以形容比喻尼尼为王 狮子般的凶悍残暴 但十三节当神抵挡的时候 壮如狮子的牙树 车辆被烧被刀剑吞灭 过去掳猎也被掳去 强暴勇猛不知所在 今日我们也为自己的生活立下 许多的防护网 金钱保险能力人脉 当人以为万无一失时 这些防护非但使我们没有安全 不依靠全能神反倒 就是我们跌倒失败的所在 一个神一切的防护安全都成为羞辱 我们要靠什么呢 神刑罚亚树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个在强盛中要谦卑 亚树曾经极其强盛 终究面对敌人上帝的刑罚 我们要谦卑抓住主 依靠主 并且在患难中要等待 第二节 神要复兴以色列 神心发恶人复兴他的子民 过去神使以色列空虚 如今神要亲自复兴 即便看来没有盼望 但我们人专心的等候 我们来祷告 主啊亚树人因着骄傲 抵挡神攻击人 被神攻击落入悲惨的光景 主主让我们今天谦卑在主面前 看见都是恩典 都是领受 更加谦卑复复 敬拜主 奉耶稣的名 阿们